可能很多朋友又会问 小溪你又发生什么了 像是这样长 然后小孩的话 我跟小白一人管一个 她的话就是在家照顾月月 我的话就是在 照顾浩泽 然后我们是昨天过来的嘛 现在妈妈这边住 刚好的话 明天也是国庆节了嘛 我等一下回家再跟大溪说 哈宝你今天好漂亮哦 手上拿了什么 手上拿了五升红旗 是不是 嗯好走吧 我们回来来家 嗯好漂亮 真漂亮 这算老师给你的吗 好我们现在回来来家啊 这样子 哦这样子 哦你开心吗 哦老师给你碰了什么呢 还有什么 还有啤酒 没有了 好不愿意 爸爸多吃一点 快吃了 他最喜欢吃这里面的骨髓了 是不是 哈哲 嗯 一会儿它懂 很懂 小姐 小姐没一个 嗯 还有呢 一起吃吃吃吃 哎呦 小姐 嗯 还有呢 吃小姐贵了 嗯 真的好 那你快点喝汤吧好不好 你把我给你喝汤 下次不用那么紧张知道吗 要胆子大一点 哈哲 呃呃 好吃吗 好吃吗 嗯 那多吃点啊 大口也有了 拿着骨头啃 要搅满啊 应该炖熟了吧 这么大个骨头嘞 蛮大的这骨头 刚刚喝了点链耳汤 现在上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昨天发生了什么 其实也说不上跟小白是吵架 可能就是普通的聊天吧 聊着聊着 然后两个人就说了一下对方的优点 缺点 还有周诗啊 然后各方面做的不好的 然后讲了讲了我就很生气 而且有些话就是从小白嘴巴里讲出来的话真的很吓人 想着想着越想越气 然后越想越伤心 本来是准备去外面打工的 洗礼箱都收拾好了 就是我婆妈比较厉害 她直接就把我的箱子偷走 然后放到我弟妹房间把钥匙取走嘛 我就没办法脱箱子了 然后就变成我自己的包 然后拿着手机就带着浩浩 就租了个摩托车就回妈妈这边了 讲到这里的话肯定又有一些朋友看笑话 哎呀小西吵架了又回娘家了怎么怎么的 我不知道有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宝妈跟我一样的 就是自从结了婚生了小孩 你的世界就少了 我的话还好了 反正离我娘家妈妈比较近嘛 然后我婆妈也劝我 她说我小西北回去 等一下又要你妈妈小西难过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了 我妈知道我的个性 反正夫妻之间啊 你们闹点小别扭啊 棒棒嘴啊都很正常 反正不是冷暴力 不是家暴 对我妈妈也就没关系 可能在家里啊待久了 然后又加上跟小白是搞同一个工作嘛 然后工作方面 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就是矛盾 就比如说拍视频啊 哎先生你这里没拍好 那里没做好对吧 然后两个人就是性格啊 然后还有观点啊不一样 然后就棒起来就吵起来了 现在的话反正是我们分开做 然后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 大家如果想看 呃月月和浩和那个小白的 那就去上以小西的账号 我的话我就 呃搞我原来的账号 就是 小西和浩浩的账号啊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反正我觉得两个人都应该冷静冷静嘛 对吧 可能就他在他眼里觉得我 啊现在反正浩泽也上学了对吧 然后你就在家照顾月月也很轻松 然后就在家双双抖音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觉得看不惯 其实嫁给小白这几两 我觉得我自己自认为啊 我还是比较努力的 也比较上正的 你看平时在家 你看我们是分家了的吧 对吧 然后又要照顾两个小孩 然后又做家务活 有时候还要帮忙拍视频啊 然后帮忙剪视频 还有就是我们在卖货嘛 对吧 然后打包啊方面啊什么要搞 有时候收获这一块还有跌上这一块 其实可能 其实小白在搞了 我觉得他也累 但是他不理解我 我的辛苦 我干嘛要理解他了是吧 有的时候就越闪越气 然后说到这里可能 他又说 他说 每个月都没钱用啊 然后 怎么怎么的 反正现在收益也不行嘛 对吧 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你在家里吃闲饭 反正现在的话 冷一段时间 到时候的话我也会去找个班上 我觉得语人的话还是真的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不管你钱多钱少 反正你都有底气 免得好像反正就是 你是在家吃闲饭的 可能朋友们觉得我购物多 买的多 其实有时候我是什么 是比较节约 然后太贵的 我舍不得买 太便宜的 我又不敢买 然后我就货比三家 买中等的货 因为在这个社会啊 反正年轻人的世界大都不容易 反正你说比上嘛 对吧 好像不足 比下嘛 你又有余的那种 然后 我的故事很大 也都知道 确实压力比较大 然后我这两天的话 我也想了很多 确实啊 反正月夜也这么大了 然后小白既然说她带月月 那就她带吧 然后我就带她 好好我还轻松一点